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的内容 审计报告的基本要素 在本节当中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就是审计报告的十个要素 第二个呢 在第十个要素就是审计报告日期 这个报告日期太重要了 因为涉及到法律责任的日期短 好 那先我们来看审计报告的要素 这里呢 有三个方面给大家展开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举例 因为我们拿下第十九章 有一个载体 就是靠审计报告的举例 有的时候说的那些理论的内容 我们见一下审计报告 就一莫了然 否则呢 就支离破碎 所以我们在本考点当中 有一个另一要给大家说明 当然呢 审计报告的要素 我们刚才提到了十个要素 但是在审计报告当中 除了十个要素呢 还有五种情形 我们把这种五种情形 它不影响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叫其他要素 那这个要素呢 就有基本要素十个五种情形 再加本 本节当中的 五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举例 也就是 我们第十九章 非常重要的这个例子 好 在这个考点 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 先来看审计报告的要素 谈到审计报告的要素 或者谈到我们十九章第三节 它的背后有一个审计准则 CSA1501号 有的小伙伴是在咱们事务所 在项目组里 有实习的经验的 还有的小伙伴已经在事务所工作了 那我们知道审计报告有六个准则 六个准则的第一个就是1501号 那你现在呢 我每到一节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十九章第三节 它的背后的准则呢 就是CSA1501号 对 当然除了审计准则以外呢 还有审计准则指南 应用指南 是的 好 言外之一呢 本节的两个考点 它都是有依据的 依据准则 及其应用指南 那在第一个问题 审计报告的基本要素 十个要素呢 那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1501号的准则 而且这个准则呢 是在2018年 在我们中国境内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执行了 对 那接下来的十个要素呢 咱们真的是无条件的掌握 对 又是无条件 对 好 那十个要素当中 先来看前面两个要素 一个叫标题 一个叫收件人 对 这个标题呢 我想呢 自己拉到这个举例 第一 关于审计报告的举例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一呢 我们就不要讨价还价 咱们呢 就认认真正的掌握 因为付出就一定有回报 立感见影 在本章 在未来的考试当中 是的 好 审计报告的这个第一个要素 告诉自己叫标题 标题呢 四个字 审计报告 对 那么在此时此刻呢 是十九章第三节 彼时彼刻呢 是在二十章第十节 那二十章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把二十章和十九章 连在一起 对 因为他们呢 这两个业务有的时候 就是APC事务所 一个事务所去承接 两个业务出两份报告 收两份钱 收费 对 那我们说在二十章第十节的 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当中呢 它的审计报告呢 就八个字 它叫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言外之意呢 在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里面 是四个字 好 无论是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还是审计报告 都叫报告的标题 对 审计报告的第一个要素 叫标题 那么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呢 它只有四个字都要文叫字 四个字 审计报告 如果 如果 你看到 比如说 你在 据潮直信 东方财富网 或者你去 跟某一家商事公司打交道 你去搜查 下载他们的报告 当你看到四个字 审计报告 那就是财务报表的 当你看到的是八个字 那就不是财务报表的 yes 那如果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一家事务所同时 审计甲公司的财务报表 和内部控制 出两个报告 两个报告 各就各位 财务报表的是四个字 内部控制的是八个字 不能搅在一起 因为审计的对象 是不一样的 目的 是不一样的 yes 但是他们都有零部件 都有标题 对 第二呢 就是收件人 十九章的教材也说明了 我以上市公司 通用目的 财务报表 审计为例 上市公司通用目的 财务报表 是对外公估的 而且上市公司 通用目的的财务报表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 为例的 好 那么ABC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 因为它是股份有限公司 它又是公众利息体 所以呢 我们写的是 全体股东 四个字 当然 如果说 在你 审计实务工作当中 可能你审计的不是公众利息体 你是审计的有限 责任公司 它不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呢 那么它就叫 ABC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但是我们审计不考董事会 我们就是考全体股东 我们十九章就说明了 这样一个背景 我们就不用矫情了 对的 好 第一个要素标题 第二个要素 收件人 那二十章第十节的 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呢 它也是有标题 它的标题是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八个字 它的收件人也是 因为它审计的也是公众利息体的 它也叫 ABC股份人员公司 全体股东 Yes 好 审计报告呢 有十个要素 第一个标题 第二个收件人 咱们呢 就把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呢 一网打击 对 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和内部控制审计当中 它的报告的第三和第四个要素 都是不同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三个要素 在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就是审计意见 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审计报告准则 国际趋同以后 我们借鉴国际审计报告准则 的系列准则 先说意见 意见是什么 What 然后呢 凭什么 所以第三个要素 和第四个要素 咱们就要知道了 审计意见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紧接着 你的意见是什么 然后比如说 我们说五宝流 好 形成审计的基础是什么 你凭什么 凭三件事 第一按照 第二按照 第三 我们相信 三句话 对 都听不懂 是不是 很正常 很正常 好 我们马上拿到 审计的意见 好 第三个要素 叫形成审计意见 就是你要亮见 你要亮明 你把最重要的结论 写在前面 你的意见是什么 好 这是第三个要素 大家注意到第三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审计意见 好 接着第四个要素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 按照 按照 我们相信 按照 按照 我们相信 这就是我们形成审计意见的技术 但是大家再回头看这个例子 审计意见四个字表明的是什么呢 无保留意见 如果写的是审计意见四个字 那就是无保留意见 如果是保留意见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写审计意见 那就要写保留意见 yes 如果是否定意见 你这个地方要写否定意见 yes 如果是无法表示意见 你就写无法表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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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如果是保留意见 那你就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果是否定意见 你就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如果是无法表示意见 它就在无法表示意见当中 它就叫做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对 但是这个这一段话 在无法表示意见当中 它特别不同 我们会在十九章第五节 就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基础 来给大家再展开 是不同的 好 好 第三个要素叫什么 我们大家看 第三个要素叫四个字 四个字 审计意见 第四个要素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那么此时此刻 当你说审计意见的时候 各位同学 这是我无保留意见 好 如果说你是保留意见 那你就改的 保留意见 如果是否定意见 把审计两个字变成否定 如果是无法表示意见 把审计两个字变成无法表示 举一反三 短 好 我们再回到 我们再回到审计意见说了什么呢 形成审计的基础说些什么呢 我待会回来再给大家看 好 这一下子我们就掌握了四个要素 一定要背下来 标题 收件人 审计意见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接下来呢 就是五和六 五和六 大家观察到了吗 刘老师给了颜色不同 这个字体 对不对 五是什么 左手 六是什么 右手 left right 一二 一二 left right left 为什么 因为先编报表 我后审计 你先对报表承担责任 我对审计报告 再承担责任 你对报表不承担责任 我审计 这个报表的前提都没有 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先后的 他们一定是管理层 在前 住者管理层在后 因为这背后有法律责任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某某康公司 某某美公司 某康某美公司 他的财务报表有五币 那么某某 事务所对某康某美公司的 财务报表 出去的整理报告 有过失 那么在法律责任的追究的时候呢 你左手先赔钱 因为你的财务报表 你签字盖章了 这是你编的报表 你对外公布的 你先赔钱 你不够的 我右手顶上去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先赔钱 你先承担责任 我住在关系之后 承担责任 只要是责任 就有先后 就有大小 就有责 就有无责 对 所以在五和六章 它是太严肃了 它严肃的什么 一塌糊涂 是的 好 你一定要知道 他们的逻辑关系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五和六个要素 它怎么说的呢 这当然要咬文脚子 对财务报表 对 责任 这是左手 因为报表是他的孩子 住宅会计师二狗子呢 这个全世界有名的 A住宅会计师二狗子 它是对财务报表 审计的责任 你审计以后 在审计报告里 签字盖章 你这个事务所 签字盖章 你对你的签字盖章 存在责任 对 请再听一遍 请再看一遍 住宅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 管理层 对财务报表 管理层 对财务报表 的责任 住宅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 不是的责任 是审计的责任 完全不同 知道吗 完全不同 就像一个病人 他病了 是自己的原因 生活各种习惯引起的 那么他就找医生 给他看病 他是先得病 后去找医生 对不对 医生给他看病 医生只给他 治疗的责任 看病的责任 你不能说 你得病也怪医生 对不对 医生对你的病情 尽了解识别评估应对 不能说你 得了某一种病 是因为这个医生导致的 那么这里面 是有逻辑的 这里面是有原则的 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是要精准掌握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一里面 这个 着手的责任 第五个要素 管理层 对 财务报表的责任 好 来我们看 住的管理师 对 财务报表 审计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 坑枪有力 咬文脚字 矫情 优矫情 对 就是要矫情 这个问题 是不是 对 好 那么回头看一下 第五第六 第五第六 两个要素 我们知道了 好 接着来看 第七个 第七个很特殊 我也用了一种颜色 单独的白色 看到了吗 这里面 如是用 就有 如是 如果不是用 就没有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 类似于审计 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 比如说 可能 举个例子 可能中国农云银行 它在香港和中国 境内上市 同时上市 或者多地上市 那么根据 在 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呢 它有 它有 或者是根据 香港的联交所呢 它有对公司 披露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们审计 第十九章 考试的时候呢 它不考同时 境内外上市的 它就是考中内 中国境内 主板上市 所以我们在 整个的十九章 我们把这个东西忽略 我们不管它 但是理论上有 按照法律法规的 要求 报告的事项 因为它在多地上市 对吧 它有 好 这个第七个 我们听懂就够了 我们不管它 在我们后面的举例当中 我们把它全部删掉 因为根本就不会考它 好 如果第七个 理论上有 现实当中不会考 我们接下来 在十九章 老师给你的 立一到立九 把它全部去掉 对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 就是八九十 对不对 八九十的 最后一个呢 审计报告日 它叫报告日期 这个报告日期 是非常严肃 因为代表 追责的日期 从这一点开始 追究 谁签之权 谁盖章 两个 一个是人 一个是所 人呢 就是A注册快递师 二狗子 这个省计项目 活活人 A注册快递师 的签名盖章 B注册快递师 签名盖章 然后呢 是我所的名称地址 盖章 注册快递师 不要地址的 这个地址呢 主要是根据公司法 你在哪里注册 你的 在哪里注册的 因为根据公司法呢 你公司注册的时候 你这个公司的名称地址 都是要提供 而且你这个公司的名称地址呢 是有唯一性的 对不对 名称地址 盖章 请注意观察 这里不叫公章 对不对 盖章 盖章 也不要说印章 既不说公章 也不说印章 也不说 也不说什么 私人 印章 没有这个词 就两 就一个字 盖章 盖的是法人章 个人的是名章 对不对 是的 好 签名 签名是签名 盖章是盖章 好 那么大家注意呢 这个八九十呢 我们放到审理报告里来看一下 八九十 所以在我们第九 十九章 九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这个一页PPT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十个 就是报告日期 往往呢 你就下载一个审计报告 你看到的审计报告日期 就是在最右下角的 OK 这叫四个字 报告日期 然后第九个呢 就是在整个签字盖章的左边 作为先 左边 不懂 装懂 因为这个业务是谁接的呢 事务所 事务所承接这个业务 要委派事务组的资源 活活人 A住的会计师 比如说住的会计师 A二狗子 住的会计师 B 莉莉 那肯定不能是二狗子弟弟了 也不可能 没必要 是不是 好 说他们是无所谓两个二狗子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怎么两个二狗子呢 这个二狗子是我们调侃的 因为我们 比如说刘老师去四大 国际四大 北上广深 他们签名的时候都签什么 Robert 这个Mike 什么Jack Rose 对不对 什么 Jerry 是不是 等等 那么当然没有 我特别注意 有没有人叫Tom 没有 有Jerry 是不是 他干嘛不签Tom呢 因为他们都有英文名 Tom Tom and Jerry 对不对 没有Tom 有Jack Jack Rose Mary 很多 所以我们说 他在事务组里叫Tom 实际上在 他回家 回春 他叫二狗子 是这个意思 他还有一个学名 叫A柱子快递 大家注意 这个活活人在前面 神级项目活活人 然后 这个第二个人呢 即使是 本身他的职务是活活人 也不行 就是 他在后面 对吧 在后面 A柱子快递 B柱子快递 这个呢 你听懂就够了 叫双千字 两个人千字的意思 其中有一个 项目活活人 其中有一个项目活活人 是这样的 这个AB 住的快递 可能都是活活人 你在这个项目里 成为审计项目活活人 然后呢 A呢 作为这个项目的 审计项目活活人 审计这个业务的 项目活活人呢 对这个业务 总体质量负责 不能说 我们两个人都负责 就负责不清楚了 就是这一个人 对总体负责 A 二口词 TOM 对 好 这个八九十呢 大家注意 他在排版的时候 都不是乱排的 他非常有逻辑 八是什么 个人 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 出具报告 盖章 事务所盖章 所以你要说 第八个要素是什么 你一定说不错 就是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 出具报告 这肯定是人 那么这个人 出了这个报告 还盖事务所的章 所以呢 第九个要素 就是事务所的 名称地址盖章 然后呢 这两个盖章了以后 当然这个盖章 就跟我签报告的日期 是一起的 这个报告的日期呢 就有一个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呢 就是我们 住的会计师 从这一天开始呢 就开始承担 法律责任 或被追究法律责任 八九十 八九十 为什么是这样 对 他有排版的 他有逻辑的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对 九肯定是宿主 八肯定是个人 因为二狗子 派到这个项目 对这个项目的 总体质量负责 他呢 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出具报告 对 然后还有一个日期 yes 好 这个八个要素呢 我们就给大家 刚才就是说什么 见一下 从他的名称到长成什么样 我们见识 见识 我们刚才见了 我们刚才识了 我们有见识了 对不对 是的 接下来呢 还有其他要素五种 这个五种 请注意 就是考试当中的蓝点 这个要考 是蓝点 然后他背后的准则 除了1501号 除了刚才讲的 CSA1501 是我们讨论这些 行程结论 发表一件出具报告之外呢 就接着跟其他的审计准则 就发生化学反应了 发生化学反应当中呢 有一个就是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 大家看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 一定要原文一个字不落地说出来 一字不落 不错啊 与持续经营 不是与持续经营能力 也不是与持续经营假设 它就是四个字 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这个准则呢 是CSA1324 1324号 它是关于审计证据方面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其他的要素 还有一个 关键审计事项六个字 关键审计事项六个字 没有七个字 不叫关键审计事项 对不是 它的背后的准则呢 CSA1504号 1504号 1500的都是审计报告的 都是通用目的审计报告的准则 六个 强调事项 各位 其他事项 它在审计报告里就真的只有一段 它都在第六节 它的背后的准则呢 CSA1503号 1503号 对 其他信息呢 其他信息是我们十九章第八节 它背后的准则呢 CSA1521号 请注意 那么有的同学说 老师 那个非五宝流 非五宝流是影响意见类型的 这个是五宝流 他们不影响意见类型 有的同学 老师那个十九章第七节呢 十九章第七节在第七节说 我们五宝流意见 不说它 它是什么呢 CSA1511号 对 还一个差一个1502 1502号呢 它不是五宝流 它是非五宝流 在十九章第五节 我们此时此刻是十九章第三节 是五宝流意见 OK 对 好 那么如果是放在五宝流意见的 有几个呢 五个 他们不影响意见类型 他们在某一家公司的 财务保险成绩过程当中 有的同时存在 有的 三个 两个 一个 有的 在五宝流意见当中 这五个都有 请注意啊 五宝流意见啊 好 请听一下 请各位小伙伴认真听 如果不是五宝流 是无法表示意见 虽然是在十九章第五节讲 但是大家要知道 无法表示意见 审计报告 它是不带见 它是不能含有 这两个的 无法表示意见 和关键审计事项 其他信息是 不共戴天 它们不能出现 为什么不能出现呢 在后面再讲 现在你先入为主 告诉自己 无法表示意见 就是我不对 才无法表示意见 那么在这样的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是不得包含 关键审计事项 和其他信息 关键审计事项六个字 其他信息四个字 咬牙切齿 咬温脚质 面带未消 对 好 这是其他要素 但是其他要素 五种情形 是在什么时候 老师反复在说 无法流意见 对 那么五种情形 是什么 它背后的每一个 都有准则 也就是说 每一个其他要素 都是非常严肃的 因此我们怀着 敬畏的心情 谦卑的态度 咬温脚质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打开 一个完整的 无法流意见 好 无法流意见 在你看到的 审计报告当中 四个字 叫标题 ABC股份有限公司 权利股东 叫收监人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 审计意见 在审计意见里 能不能说两句话 第一 我们审计了什么 我们包括ABC事务所 包括A住者会计师 审计项目活会人 和B住者会计师 对 我们 就包括签字盖章的事务所 和签字盖章的住者会计师 我们认为 我们审计了 我们审计了 是读了 还是读了 还是读了 都可以 就是现在完成诗的意思 我们认为 是指现在认为 写字的时候认为 我们认为 我们审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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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读吧 好 我们审计 我们审计了 好 ABC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BC公司 一般不说贵公司 因为老外听不懂 什么叫贵公司 但是我们中国境内 有些事务所还喜欢说贵公司 你把它没整 说也没事 不犯多大的错误 但是要是按照 但是要是按照CICPA的 这个指南的模板 它就应该叫某公司 比如说我们审计了 贵州茅台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州茅台公司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个别的呢 还写贵公司 请问你贵姓 我姓牛 请问你贵根 保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听得懂 这个老外听不懂 所以我们这个 审计准则国际趋同 曾几何时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贵公司 我们审计了ABC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BC公司 这一句话 是有的 不能审 后面就不说股份有限公司了 就是ABC公司 财务报表 是会计准则的概念 它包括哪些表和付诸 所以这个是纯粹是我们审计了ABC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 至于说财务报表包括哪些表 怎么表述 是会计准则的定义 不是审计准则的定义 是左手 假公司 ABC公司 按照会计准则的定义 但是在我们审计里面 就把财务报表要说清楚 对吧 咱们学审计的时候 回头又把会计的知识补上去了 对 我们审计的是财务报表 2021年12月3日是一个资产负债表 这一年度的利润表 限定流动表 股东权益变负表 以及 相关财务报表付诸 严肃得很 这里是财务报表的定义 所以我们审了什么 就这个意思 第一句话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这就是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包括什么呢 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了 就是合规性 今年2022年的审计教材 很多地方都说了 我们的意见有合规性 还有公允性 公允是指内容 合规是按照什么什么去编制 那么19章非常明确的说了 是上市公司通用的整套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企业快据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应呢 公允反应呢 公允反应了 随便你说 反应是现在完成时 反应了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这一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年流量 大家注意 一定要去写这个审计报告 不要问那么多 为什么老师我写了有没有用 非有话 没用我要你写嘛 肯定要写 打基础 我们要打地基 嘴皮面下 往下打50米 对 好 第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三句话 我们按照 按照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实当的 为我们发表意见提供的基础 因为此时此刻是无保留意见 你就已经获取了充分实当的证据 合理保证 我们按照 按照我们相信 形成 这是无保留意见的意思 我们按照什么呢 中国注册会计是审计准则 是财政部 中国阿泽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 中国注册会计是审计准则 不包括港澳台的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是审计准则的规律 执行哪工作 执行呢 执行了 执行哪都可以 好 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是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就是我们右手的责任 还要进一步阐述 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好 第一个按照第二个按照 就是22和23章 第22到23章 职业道德首则 或者是中国注册会计是职业道德首则 那国际驱同了 对 我们 就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是 中国注册会计是职业道德首则 我们独立于ABC公司 以下简称ABC公司 我们独立于ABC公司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这就是你 为什么能合理保证 我们按着了 我们按着了 我们相信 这是什么呢 请注意 我们要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审计一件 其实就是合理保证 请听 合理保证 就是我们教材第一章第三节的目标 形成审计的基础 就是第一章第四节的基本要求 你凭什么合理保证 我只按照这个基本要求 审计有四大基本要求 第一 遵守审计准则 第二 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 保持职业怀疑 第四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职业怀疑 职业判断 我们还会在 这个审计报告的责任 右手的责任里还会展开 对 所以审计意见 其实就是1.3的合理保证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就是1.4的审计基本要求 Lies 这你才搞懂了 为什么这么写 还有五个要素 请大家注意 前面老师跟你讲的 这五个要素 这个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十七章第三节已经讲过 关键审计事项 第四节本章 强调事项 其他事项 在本章第六节 其他信息 在本章第八节 我们都有举例 请注意 这里有一句话 提示各位 我们说 你的1 看 1.神经意见 2.形成神经意见的基础 3.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4.关键神经事项 5.强调 6.其他 7.其他信息 8.左手 9.右手 7.大五 8.大一 全到齐了 二口子 这是二口子 的二口子的 这个新婚 大喜的日子 七大姑 八大姨 都到位了 所有的宾客 高棚满座 所以我们说 有哪些 必须知道的 有这些 好 第二个问题 有的同学说 老师 这个怎么排列呢 谁排在先 谁排在后呢 就是根据住的快递 是二口子的 A著作快递 是全世界有名的 著作快递 是二口子 他的判断 他把什么认为重要 就往前排 知道吗 他把什么重要 往前排 没有严格的规定 必须什么在前面 没有 那么就是什么重要 往前排 那一般就是这样的 一个顺序排 一般 你可以飞一般 对 就是大家都是按照 这样一个顺序排 没有说必须是一模一样 话说回来 这个七大股八大仪 不见得全部到齐 有的 你看啊 有的可能没有 这个部分 可能没有那一个部分 比如说某一个审计报告 可能没有强调 也没有其他事项 甚至也没有 与持续经营的 但是他可能有 关键审计事项 有其他信息 好 是的 在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里 可能这个都有 那么在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里 这个就肯定没有 这就不能有 你知道吗 是的 等于说这些事项 在某一个 某一个啊 某一财务报表审计 可能没有 可能有 可能同时有 这都是全世界有名的著作关系师 A著作关系师 他的判断 好 那其他信息呢 本来是在 十九章第八节 由于他非常的抽象 由于 他在无保留意见的 上市实体 整套通用目的 财务报告别审计当中 他是一定有的 再说一遍 在上市实体 通用 目的 整套财务报告别的审计当中 他是一定有的 其他信息 你其他信息 有错报也行 没错报也行 知道吗 所以老师呢 就在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里 先把这个内容拿出来 他是我们第十九章 第八节 第九个例子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其他信息 看一下 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看其他信息了 他叫四个字 其他信息 注意 在我们教材 第三章 第一节 审计证据的类别 有会计记录 会计记录的 审计证据 还有呢 其他的信息 这个呢 是不叫其他的 他叫四个字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 针对什么呢 针对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之外的 就是年度报告当中 除了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之外的 通通的叫 其他信息 好 那么 其他信息 这个内容呢 他说的 其实是四句话 几个意思呢 四个 首先来看 第一个意思 其他信息 管理层 对其他信息负责 管理层就是左手 其他信息 包括什么呢 年度报告中 涵盖的信息 就是说你 你其他信息 就是包括 这个年度报告 涵盖的信息的意思 就是 其他信息 在年度报告里 年度报告当中 把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 删掉 去掉 之外的 就是其他信息 你老人家呢 也要按这样的 原文去阅读 其他信息 包括 ABC公司 2021年度 年度 报告 涵盖的信息 但不包括财务报表 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右手 二狗子 出局的审计报告 财务报表 是假公司的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 一定要咬文嚼织 这里叫年度 报告 和年度 财务报表 完全不同 两个意思 两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 咬文嚼织 好 那整个的第一句话 是说什么呢 管理层 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 包括什么 不包括什么 就是其他信息 是左手负责 其他信息是什么 先说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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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再说right 我们 我们 是指右手 我们对财务报表 发表的审计意见 并不涵盖其他信息 言外之意 我的审计意见 不包含其他信息 我们也不对 其他信息 发表任何形式的见证 这就是右手 就说 那有的 有的同学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说呢 我们 住着快递是不想说 但是呢 社会公众要我们说 社会公众要我们说 因为我们住着快递是 我们是专家型的职业 我们在财务报表当中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这个其他信息 有没有问题 他就给我们赋予了 时代的担当 他说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 我们的责任是 阅读其他信息 因为你是专家型的职业 你看得懂 在此基础上 考虑其他信息 跟我以审计的报表 和审计过程中了解的 这个情况是否 有重大不一致 或者是有错报 如果其他信息有错报 那么你就写在审计报告里 有的东西说 如果财务报表有错报呢 财务报表有错报 影响意见内心 对 好 我们应当报告 这个错报 在这个方面 在这方面 就是我应当报告 其他信息的错报 我们无任何事项 需要报告 我们要阅读 我们阅读考虑 以及有没有重大不一致 和重大错报 经过我们的阅读 考虑 发现没有重大不一致 没有重大错报 如果有 我会说 但是没有任何无任何事项 需要报告 如果有 那你说 我们说基于我们执行的身体 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错报 我们应当报告 下列 下列就是我们注意到的其他信息的重大错报 如果没有 我们就说无任何需要报告 好 再来说 这第一句话 是左手 第二句话 是右手 第三句话 我们的责任 是去阅读考虑 第四句话 就是说结果 报告 我要报告 他的错报 没有 我就说没有 有 我就说有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 即使没有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我也要去 不代表我不阅读 不考虑 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的工作 也是 多看了就知道了 本章九个例子 每一个例子 我都把它拿出来 好吗 好 再来看 左手的责任 左手是管理层和治理层 管理层编报表 治理层监督管理层报表 这个问题在十四章第一节 右手与治理层沟通 双向沟通 有图 对不对 好 他的责任 三句话 第一 管理层负责 按照什么编制 然后搞内控 第一编报表 按照什么编 内容公寓 第二搞内控 第三提供工作条件 那么在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当中 加一个内容 加十七点三 你编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有四大前提假设 第一个就是持续经营假设 你的持续经营合不合理 你应当评估 你的报表日后的下一个会计年度 你的持续经营合不合理 你的持续经营假设还存不存在 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内容 这是在2018年开始 中国境内所有的会计事务所 审计 审计这个财务报表 得去考虑持续经营假设的 对 好 他说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我们需要评估 管理层需要评估 ABC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披露 一个评估 一个披露 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 除非 你计划 清算 停止营运 或者是 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如果你不披露 那么就说明你是持续经营的 对 好 自理层还有第三 自理层监督管理层 监督ABC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这个内容 和14章第一节 与自理层沟通 遥相呼应 对 好 右手的责任 啊 注册快递是 对 财务报表 审计的责任 第一 目标 What 目标是合理保证 1.3 目标就是合理保证 好 这一段话就说合理保证 我们按照 我们运用 我们保持 我们执行 这就是1.4 审计的基本要求 四个 这个目标就是1.3 审计目标 第一章 第三节的目标 第四节的审计基本要求 所以我们注册快递是先谈目标 你对财务报表 审计先谈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获取合理保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本要求有四个 第一个 我们按照审计证则 执行审计的过程中 我们运用职业判断 保持职业欢迎 我们后面还有 我们还要什么 遵守 遵守什么 职业道德 我们还就以遵守职业道德 与独立性相关的 你看有四个基本要求 遵守职业道德 遵守审计准则 保合理 保持职业欢迎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审计的基本要求有四个 都在这里 那你按照审计准则 运用职业判断 保持职业欢迎 做审计工作 什么工作 风险导向审计 第七章第八章 对不对 那么第一呢 就是识别评估风险 第二呢 了解内控 第三呢 评价会计政策 第四呢 还要对他的持续经营 假设合不合理 我们要做程序 第五呢 他的财务报表的 总体列报 格式和内容 还有 我还要与自立层沟通 我还要遵守 第22 23章的职业道的守折 遵守职业道的守折 在最后两章 还有 我在审计当中 我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的事项 我做了N多的程序 我还要确立 本期最为重要的 我把它作为 关键审计事项 除非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法律法规禁止我披露 或者是 有的时候我披露 会带来什么样 它的负面后果 大于 这个 收公众利益方面的益处 得不偿失 否则我就应当 披露 如果是得不偿失 我就不应披露 这就是关键审计事项 19章第四节 对 最后 二狗子前置盖章 闭注的快递 签字盖章 宿所 签字盖章 地址 报告日期 好 本节 报告日期 太严肃了 这个日期很严肃啊 意思 terrible 很terrible 大家注意啊 那么这个审计报告日 太严肃了 签字盖章 这一天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知道吗 所以就像二狗子和莉莉结婚 你去拿了这个 两个本子 红色的 你官宣了 官宣 结婚 你以为 拿的好玩 代表你从这一点开始承担责任 莉莉是人妻 他人之妻 这个二狗子是莉莉的 这个丈夫了 从此 就承担 各自的责任 啊 审计报告日 我们不陌生啊 在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讲到了 如果审计报告日 假定是2022年3月5号 那么我们就要从 2022年3月6号 这一天开始 60天内 完成 第一稿的归档 我们从2022年3月5号开始 2022年 我们就到2032年3月4号 我们的底稿要保存至少十年 归档呢 我们就从第二天开始 60天内 审计报告日 然后在18章第三节 书面声明 书面声明的日期 如果我的审计报告日是 2022年3月5号 他可以是3月5号 可以是3月4号 要尽可能接近我的审计报告日 不得我在 不得3月6号 啊 还有18章第二节 这个期后事项 财务报表批准日 批准日 我 他3月5号批准 我3月5号签报告 他3月4号批准 我3月5号签报告 就是尽量接近 不得在其后 然后呢 我们的底稿一旦归档 就要至少十年 被追责了 所以审计报告日 就是说 他给我们第六章 18章 19章 这些章节之外 他还有一个审计报告日 各位同学 19章第八节 在你签报告日 假定说你 2022年3月5号 你在3月5号签报告日前 你得没得到 这个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如果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的年度报告 他最终版本没出来 那么他要给你 说明声明 他的最终版本出来了 一定要告诉你 你是得到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年度报告的 最终版本 你得到了没有 你是审计报告日前 得到还是日后得到 这些问题 全部影响你的结论 你的审计的结论 除此之外 还有21章 第二节 请听 就说我上市公司 通用目的 财务报表审计 事务所要委派 项目质量复合 那么在 2022年3月5号之前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 要搞完 你要得到满意的结论 否则你也不能签报告 我的天哪 这么多啊 是的 太严重了 It's terrible 是不是 好 那么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呢 我们还来看 文字怎么说 审计报告日 已形成审计意见的日期 第二 审计报告日 应同时获取的证据 确定审计报告日 审计报告日 标志着什么 有的同学说 二高子跟莉莉拿了结婚证 标志着脱单 是不是 脱单 再也不是单身狗了 对 他强调你完成了审计工作 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你不能说 我先签报告 后面我再去做程序 这个就叫幼稚了 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 好 那我用文字怎么说 审计报告日 不应早于 我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时间 这句话谁听不懂 谁又听得懂 他说不应早于 言外之意 我要先获取 充分适当的证据 后签报告 谁听不懂啊 谁听不懂 傻子都听得懂 对 真的吗 如果我 18章第3节的书面声明 它是2022年3月6号签字 我的审计报告日 是2022年3月5号 这说明什么呢 那你的审计报告日 就早于你获取的证据 你知道你获取的证据 有多少吗 对啊 你的证据 什么叫证据 书面声明叫不叫 当然叫 比如说 再听 你审计报告日子3月5号 什么叫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啊 比如说第三章第三节 或者是十二章第四节 或者是第九章第五节 应收账款 或银行账物的行政策回击 你没有收到 你没有收到 你也没有做替代程序 你签了报告 你3月6号收到了回击 请问 请问你的审计报告日 是不是早于获取的证据了 那就是硬伤啊 那你硬伤 你伤得起吗 伤不起 好 举个例子啊 非常雷人的例子 比如说某某牛奶 是什么奶呢 早产 什么意思呢 它的牛奶盒子里写的时间 2022年3月6号 知道吗 但是呢 你拿到牛奶的时间 你拿在你手上一看 Today 今天是2022年 你是什么时间拿到了呢 你是2022年3月4号 你3月4号拿到了牛奶上 它的出厂日是2022年3月6号 这是什么 这不是公开宣战吗 对不对 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幽默 很诙谐 你把这种牛奶 早产奶 你3月4号拿到了出厂日期 是3月6号的牛奶 你拿在手上的时间是 3月6号的牛奶 这叫早产奶打引号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某某公司的牛奶 某某公司是个什么公司啊 早产牛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 你获取充分时当的证据的基础之上 你才能够形成结论发表意见 所以我的审计报告的日期 不应早于获取充分时当的证据 问题是我获取充分时当的证据 它有千种万种 你要知道举例 知道吗 yes 好 那我怎么来确定呢 第一个 这个财务报表已经编完了 第二个 他已经批准 他已经签字盖章了 我审计的报表 他已经签字盖章了 知道吗 他盖章签字才算 对 那么通常我们是怎么做呢 我怎么确定呢 比如说 我们还没有签报告 钱 就把草稿给管理层 然后如果我管理层签署了 签署了 这个报表 我才能够签 他左手签了 我右手签 可能是同一天 但可能 怎么样 晚于 我们晚于他 对 刚才说了 审计报告 是日期 审计报告日 是一个严肃的概念 是吧 三句话 你获取了充分事上的证据 才能行政结论 审计凭证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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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充分事上的证据 才能行政结论 才能发表一件 才能签报告 对不对 左手签了 我右手才签 左手签了 我右手才签 他们是很虔诚的关系 阿弥陀佛 不能是这样 懂了吗 对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 是2006年考过的 我们看 审计报告日 这样的题目 全部是文字 非常建议大家画一条线 现在我们听课 看题 划线 在考场上 快速划线 因为没有必要去 去盲目的看 比如说我审计的 是某一年的 某一年度 假定是2021年度 那么这个时间 12月31号 叫报表日 2022年3月5号 叫审计报告日 3月10号 叫报出日 但是3月5号 也叫批准日 这个叫报出日 这个叫同时这一天 叫着手批准日 画下来 所以我们就来看 我们再来看ABCD 画一条线 不费神 你平时每一次都训练自己 考场上就很快 好 我们的审计报告日 可以晚于 管理层签报告的时间 可以晚于是什么 我3月5号 他3月4号 2020 3月4号 我们晚于他是对的 审计报告日 不应早于管理层 不应早于管理层 那管理层呢 3月4号 我3月5号 他给我同一天 可以 是对的 特殊情况下 可以出去双重日期的审计报告 这个在18章第二节讲过 审计报告日 是 是 还是不应早于呢 好像对齐了 实际上是错的 审计报告日 应当 什么 晚于 或者应当 应当是什么 应当晚 不应什么 不应早于 我讲了 有印商的 这个牛奶上 是2022年3月6号 你3月4号就拿到了 你说这一家公司 他有诚信可言吗 审计报告 应当晚于 或者是不应早于 是一个意思 不能说应当是 著名的错误的观点 非常著名的错误的观点 对 不是 是不应早于 不能是 不能说 审计报告是 不可以 是获取充分事当的证据 不可以 一定是 不应早于他 或者是说 我先获取充分事当的证据 才能出报告 好 第十九章第三节 请注意 审计报告有十个要素 它非常严肃 我们只有接受 首先 思想 不要滑坡 接受它 然后熟悉 然后我拿一个审计报告 解放它 十个要素 除了第七个要素之外 每一个要素叫什么 我都要搞清楚 它有逻辑的 比如说八九十 你们听懂了吧 八九十 八是谁 九是谁 十是谁 绝对是有逻辑的 对 好 那么十九章第三节 我们就给大家强调到这里 十九章第三节的 审计报告的举例 也就是利益 是我们后面第四节开始的所有的例子的基础 yes 好 十九章第三节 大家把它做一个专题 在听懂的基础时上 回到讲义 稳固 咱们打好基础 yes 好 这一讲就到这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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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